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22奖 在学习本奖内容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首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奖的主要内容 那我们上一奖呢 主要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用户管理里面的 查找用户 相关的一些秘密的使用 那么对于查找用户的秘密呢 我们说常见的呢 有这么五个 查找用户 以及用户密码的设置和修改 那么用户密码的这个设置和修改呢 在Linux里面呢 有它相应的一些语法要求 注意 而且用的这个修改密码 有秘密呢 叫password 然后呢 用户的查找呢 我们常见的呢 有这么五种 那么一个是ID 甚至查找它的ID用户组 用户名 user呢 是查看当前系统中的用户 但它只显示用户名 who是查看用户的详细信息 然后whomi查看自己的详细信息 而whomi查看自己的用户名 这五种不同的方式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用户管理的密码修改设置命令 和查找用户的命令 好 那么到上节课为止呢 我们用户管理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磁盘管理的相关命令 在我们Linux查找系统基础片里面呢 对于磁盘管理呢 我们只会强解基础的查看磁盘信息 这两个命令 一个是DU 一个是DF 那么DU呢 它是用来显示我们磁盘的摘要信息 摘要信息 那么这个 它也有一些选项 当然这些选项呢 这个在不同的Linux版本中呢 可能会有不一样 可能会有不一样 那么在DU呢 这个以Block方式来显示 如果是-M呢 会以兆字节的方式来显示 如果是-S呢 它会显示当前目录下的内容 总的占用磁盘的一个大小 总的占用磁盘的 以当前目录总的占用磁盘的一个大小 以Block方式显示的这种数字呢 我们说它是以 但K是以K字节显示 以K字节显示的数字的两倍 当然这个默认是不是以Block方式来显示 或者是-K是不是以K字节来显示 这个还是要看不同的UniX的版本 不是每种版本都是这样的 那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Ubuntu它是什么样的 可能会有些出入 DF它是显示整个磁盘上面的文件系统 它说使用这个磁盘空间的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到我们的Ubuntu 我们启动一下 好我们启动这个系统啊 等待它显示出这个图标 然后我们还是进到这个命令窗口 进到命令窗口以后呢 我们来使用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命令 我们Counter out F2 好我们还是用WJ这个用户登录 OK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默认方式 你看它会显示 整个我的磁盘空间 对吧 使用的一个情况 而且它会不分屏 对吧 那为了看到呢 我可以用什么 加一个more吧 对吧 我把它的结果交给一个分屏显示 然后你可以看到 对吧 每一个文件磁盘目录上的一个文件目录 它所占用的磁盘空间的大小 对吧 然后可以继续 你看当前最后是一个当前目录 对吧 当前目录16696 对吧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DU-M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会以这种方式 对吧 你这种方式 然后如果我以D 它会照自己的方式 对吧 如果我以DU-K 你看它是显示跟刚才差不多 对吧 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无邦图像 它默认是以什么 是以这个 字节 P字节的方式 再给出它的这个磁盘空间的大小 那如果我想查看这个当前目录 它所占用磁盘空间的大小呢 我就可以用DU-S这个选项 就把你看当前目录的空间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查看磁盘文件和目录所占用的磁盘空间的讯息 除了DU呢 我们说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秘密叫做DF DF呢 它是用来显示整个我们磁盘上的各个文件系统 它所占用的磁盘空间大小 我们可以用DF回测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DF名利给出来 这个你看 它会给出当前整个系统中的整个文件系统有哪些 对吧 然后呢 它的总共的大小 在那磁盘空间大小 以及它已经使用了多少 和还剩余多少 对吧 还剩余哪些 还剩余多少可用 然后呢 使用率 以及这些不同的这些文件系统 它所挂载到的 我们磁盘上的哪一个目录 对吧 那我的硬盘你看SDAE就是我的硬盘 硬盘 它是挂载 第一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 它是挂到我的根目录下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没有文件系统的这个 它是挂到SystemFS这个下面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 对吧 挂到设备下面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 挂到这个下面的 对不对 OK 那你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系统里面的各个文件系统 它所挂载的目录 以及这个文件系统 它所所有的这个文件和目录 所占用的 SystemFS的一个使用情况 总的 使用的 对吧 剩余可用的 使用率 啊 那么DF它的这个显示呢 在我们无邦图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它也是以K字节的方式 我们可以-K 看一下 对吧 你可以-K看一下 你看它这两个显示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那么我们可以 用MAD这个命令 你看一下DU 对吧 看一下DU它的里面的这个-K -K到底是什么什么意思 你看它-K 其实这在无邦图下边 你可以看到 啊 我们用B 回到前一页啊 看一下 在无邦图下边 你看这个-K 它就类似于Block Size X-K 对吧 它就 它的-K一千字节就等于它的Block 它是-它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说它不太一样 它不是说这个-K一千字节等于两个Block 而这个是造字节对吧 造字节一造一K 它是这样的 好 那那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DF也应该是这种情况 对吧 你可以-MAD一下 所以它的这个没有参数和有参数K 它显示的方式不一样 如果你要显示这个Block的Size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它的MAN里面 它有一个什么 -B Block Size 看到了吧 你看它也有-K -K它是什么 相当于Block Size K 对吧 相当于Block Size K OK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DF-B 它说你这个大B 还不能直接这么用 对吧 我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DU有一个-B -B 它用法还是双-Block Size 对吧 那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Block Size DU-B 看行不行 不行吧 DU-B L-O-C-K S-I-D-E Block Size 也不能用 你看到没有 Skill Size Skill Size by Size B-F-B B-M 打印出Size Unit 我看一下 DU-B-M OK 它会打印出单位 对吧 它是打印出单位 B-B-M 那DF-B-M 它也是可以打印出单位 看看以照 照为单位 B 那它这个 不还不是说 直接以这个Block 以照 可以照为单位 我看一下 那能不能用这个 DU-BK 我们看一下 你看以K为单位 对吧 DF-BK K为单位 它可以显示这个单位 B是用来显示单位的 OK 好 那我们通过Man了解的 吴邦图下边 这个B-U和DF 它们的显示呢 还有一点点小出入 对吧 -B是可以显示这个单位的 好 我们可以加上K和M 对吧 以千字节和以照字节 方式来显示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查看词盘信息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